1月20日青春首艺人最新一期播出 这一期可以说是德云社粉丝们最期待的一期了 因为师娘王慧参加了这一期节目 成为精运大鼓的首艺人 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德云兄弟团也给师娘王慧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礼物 郭麒麟 郭芬阳两兄弟同框 以录制视频的方式为母亲王慧加油助威 能得到家人的支持鼓励 让王慧感动的泪洒舞台 不得不说师娘王慧为了德云社这个大家庭 付出自己的全部经历 一次次将自己的梦想推迟延后 在家呢就是平时逛我商场给她买衣服呀什么的 做做饭呢 在家作为一个妻子在家应该做的 我是可以说我是全做到 因为她天天在外面挺累的嘛 如果家里的事还用她掏心 哎呀 要我干嘛呢 9岁学艺13岁登台14岁就开办了个人专场 当时洛玉生老师亲临现场给予了王慧很高的评价和鼓励 这些足以说明王慧具有极高的鼓取天赋 但自从跟郭德纲结婚以后 郭麒麟重拾了母爱 徒弟们也有了王慧的照顾 郭德纲也可以一心一意专研相声 事业慢慢步入正轨 但王慧却放弃了取义事业 一心一意帮助郭德纲立业 鞛云平在节目回忆起和师娘王慧一起买票的时光 让现场的徒弟们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王慧一个人将保姆的活 卖票的活 妻子的活 一个人全干了 虽然苦日子好像一眼望不到头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支持自己的丈夫 那会儿我就觉得 就根本就好像没有头了 这个就是演出了什么的 就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 天天就这么几个人看 就真的就觉得没希望了 我从天天带来的首饰啊什么的 都卖光了 没有 能就是你像这个月过去了 然后下月该交房费了 就是不知道又怎么去用这钱去交房费 我从天天开来的车也给卖了 我都没有 我觉得我们可以坚持 郭德纲也没有辜负妻子王慧的支持 2005年 郭德纲火了 越来越多的人来听德云社的相声 再也不用为钱而发愁了 在2011年时 王慧就想要举办鼓取社 重新振兴鼓取事业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不得不暂时放下 在节目中 鸾云平问王慧 愿意放下鼓取事业吗 王慧愣了一下 还是笑中带累的回答 不愿意 王慧的回答 让徒弟们都低下了头 因为他们知道 师娘为了他们这帮徒弟付出了太多太多 王慧至今还保留着 洛玉生老师赠送他一面 曾经用过的鼓 几十年过去了 赵树胜先生亲笔写的鼓取词 至今还保存的完完整整 可见王慧对鼓取艺术的喜爱 和对老先生的尊崇与敬畏 在节目中 王慧还讲述了老艺术家 对徒弟和后辈的疼爱 有一次 王慧去师父赵同光先生家 先生兴高采烈的问 孩子你吃了吗 王慧回答 没呢 师父说 我今天挣了一千块钱 走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简单朴实的一句话 充满了感情 相信 这也是为什么王慧 一心想要重振鼓取社的一个原因 想为前辈们 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更是将这种师徒关系传承下去 因为种种原因 鼓取几乎已经濒临失传 毫不夸张的说 这次德云社开办鼓取社 大力宣传 推广鼓取 真的是鼓取最后的希望了 如果这一辈的老艺术家 都交不动了 演不动了 那么鼓取真的就后继无人了 所以很多老先生都表示 不要钱 也要支持德云社 提到鼓取艺术的传承困境时 王慧也再度哽咽 鸾云平更是现场 为老艺术家们招生 几位老艺术家 不仅急于将师傅传下来的 古 板儿等物件传下去 更急于把一身的本事传下去 如今德云社的一众徒弟 也都成长起来了 家庭也不需要王慧太多的精力 可以尽情地唱鼓取 鸾云平也在节目中表示 虽然这一众徒弟不会唱 但会帮助师娘宣传 做师娘最坚实的后盾 在节目播出之后 德云社一众徒弟们 也是自发地为师娘王慧宣传 拍摄短视频 转发文案 用实际行动支持师娘 完成心愿 曾经的您照顾我们起居生活 作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坚实后盾 如今的我们 做您达成传承取义心愿的坚实后盾 您伴我成长 我祝您成功 这也许就是 如今德云社 一众徒弟们的心理想法吧 而我们能做的 可能也只是 遇到鼓取节目 多停留一会儿 多鼓励演员 有机会也去现场 听听鼓取 希望鼓取事业 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电视频 解决 请不吝点赞 电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